说的一下我们进来再来关注一个热点新闻的后续消息 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位资深旅行家 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叫做杯子的秘密 让所有看过的网友无一不后背发凉心惊胆战 我们呢是截取了其中的一小段给大家伙看看啊 这段视频呢记录了14家五星级酒店的客房服务 这14家五星级酒店很多都是我听过见过 只是因为这囊中羞涩轻易住不起的高端五星名牌 那他们的服务员呢用一块客人刚刚使用过的毛巾 或者是自带的脏抹布擦了漱口的杯子 喝茶的茶具化妆的镜子洗手的水池 如厕的马桶甚至是墙角的垃圾桶盖 被网友生动的形容为一块抹布抹所有 视频记录下的卫生乱象简直让人无法接受 所以这舆论呢瞬间哗然 原来呢在客人看不到的背后居然是这样恐怖的现象 还等啥呀必须罚 甭着急哈大家伙千呼万唤这个想要收的这个罚单 现在已经来了 20号这江西南昌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监督部门 对南昌喜来登酒店立案调查之后 确认酒店服务员没有按照卫生标准清洁的违法行为属实 预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36条 对南昌喜来登酒店提出警告并处以2000元罚款 说到这儿呢咱们不得不承认啊首张罚单态度是坚决的 但2000元这个力度有点让人意外啊 有网友说呢还抵不上一碗房钱呢 所以有网友就纷纷吐槽啦 说看见罚单一瞬间我使劲地揉了揉眼睛 老天哪是不是少了一个单位万呢 我看今天央视新闻APP的题目就是五星级酒店一块抹布擦所有 首张罚单来了你满意吗 11月21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呢也发生了啊 先是对星级酒店卫生乱象强烈谴责 其次是呼吁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啊不护短不怕丑 对名副其实的星级酒店该摘星的摘星该降级的降级 这个我觉得我们做消费者的肯定是举双手同意 对啊 不疼不痒的话解决不了问题呀 一个酒店连杯子都洗不净有什么资格挂星级呢 是啊对于这张罚单呢法律专家也给出了解读 这专家说了说大家伙呢别激动啊 按照我国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 这种情况的确只能罚2000元 但未来法律条款在修订时能不能考虑 对引起消费者焦虑恐慌的事情提高处罚标准 否则起不到威慑的作用也就是形同虚设了 这件事情曝光之后有一种叫做 隔脏睡袋的产品迅速是风靡了网购平台了 据说有了他妈妈就再也不用担心我出差处的酒店不换床单了 是吧还有呢我们全郎幕组小编一致认为 这毛巾牙刷水杯能自带的咱就尽量自带 宝金阿姨拿什么洗杯子从此再也不与我相干了 事实上现在真的有一些消费者会选择搬家式出行 戴上床单背罩毛巾浴巾甚至更细节的东西都戴上 在宾馆一觉醒来看看周围原本在家里熟悉的一切有点恍惚 我是出来旅游了吗还是刚刚做了一个梦啊 听上去好笑实际上反应的是消费者对一个行业已经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 对这目前来看呢也只能这个让我们消费者似乎就只能这么消极的应对了 就这种反应是出于本能的但是呢并不现实 这一退再退安全感就会加倍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呀 谁能永远不出门不住店呢我们之所以选择住星级连锁图的就是品牌背后的诚信 扭转风向需要行业自省自律更需要有力的监管 对